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的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取得奏效 随着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数逐渐增加 国内五个邦州和直小区第三到第五阶段的新冠肺炎患者住院率 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生指出 随着接种疫苗的人口提升 加护病床的使用率也逐渐下降 而这五个邦州和直小区分别是 纳敏 沙拉越 斯美兰 吉隆坡和布城 卫生补充 政府在巴胜谷展开的接种冲击行动 让更多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 而这也让双西茅诺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得以下降 卫生也保证 所有在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下使用的新冠疫苗 都是有效对抗的大变种毒株 卫生以纳敏和沙拉越作为例子 他说疫苗接种成功降低当地医院和加护病房的患者人数 同时还降低需要呼吸辅助器的患者人数 他相信一旦巴胜谷地区的两剂疫苗接种率达到50% 飞计到了本月31号 当地的病例将会有所下降 来关注国内的新冠疫情 我国今天新增20,670起确诊病例 确诊数字依旧维持在二字头 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38万4353起 死亡病例新增260起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2,228起 水兰儿新增6606起病例 依旧疫情严峻 吉隆坡新增2028起 及打爆1796起确诊病例 今天共有17,655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到1128,183人 目前国国还有243,942起佛阅病例 其中1096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540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掌管安全事务的外交部高级部长 德西·黑沙默定指出 我国将获得阿联酋均线100万剂新冠疫苗 并感激阿联酋的慷慨捐助 表示这将有助提高大马的美日疫苗接种剂量 进而对抗新冠疫情 伊萨默定在脸书贴文指出 阿联酋的慷慨捐助 加上我国与阿联酋在各领域的合作 凸显两国长久以来的兄弟职帮关系 伊萨默定说 阿联酋已经不是第一次 捐献抗击疫情的用品给我国 去年3月 阿联酋捐献2万盒聚合煤链反应设计盒 同年5月 阿联酋另外捐献 企图了戳手液 给大马外交设备库存 如今阿联酋在捐助1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给大马 伊萨默定仅代表国家元首苏丹阿鲁拉 大马政府和人民 向阿布扎比王处 兼阿联酋武装部队赴最高指挥官 塞莫哈摩扎耶德表达最诚致的谢意 国内接触两宗 有关使用一维菌素之后中毒的案例 由于我国到现在还没批准一维菌素 因此卫生部劝起民众不要使用有关的药物 而卫生总监丹西诺医生则表示 针对一维菌素展开的临床试验结果 计计会在下个月出炉 届时将定夺是否使用一维菌素 治疗新冠肺炎 卫生部在脸书贴文指出 第一宗中毒案例涉及一名35岁的使用者 他在服用一颗一维菌素之后 连续5天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至于第二宗中毒案例 则是涉及一名勒林人士 他一共服用15颗一维菌素 之后陷入昏迷 卫生部指出 一维菌素是在抗剂生虫的 公用下所注册的药物 只是用在动物的身上 直到目前也没有任何一维菌素的药品 获得批准让人类服用 卫生部提醒民众 我国至今还没批准一维菌素 作为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所以在没有得到国家药物管理局的注册下 私自服用的民众都被视为违法 近日来 国内频频传出 孕妇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不至于消息 婦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yirina Harunanwey 孕妇应该优先获得 新冠疫苗接种 以保障孕妇和胎儿 健康安全不受新冠病毒威胁 4,000令吉推行即将在9月实施的外包试点项目 这个试点项目将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以管理热灵人士护理中心 而政府将负责提供基础设施 至于相关中心的运作 则由非政府组织负责 为了让医护人员可以专注在医疗事务 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正在研究一项提议 也就是动用居家工作的公务员 以前往冠病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协助处理文书工作 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总监 达多阿米努电指出 该机构会和公共服务局 以及州政府 针对要求举办工作的公务员 前往冠病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协助处理文书工作的建议 展开商讨 阿米努电说 在疫情爆发初期 冠病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的 工作人员 人数是足够的 不过目前 有一些工作人员 又会确诊新冠肺炎 缺乏人手调动 导致有些工作人员 被迫每天工作近24小时 甚至没有休息天 因此 该机构有了这个想法 以便能够让医护人员 可以专注在医疗事务 而文书工作 则交由服务领域的人员支援 阿米努电到哥达巴鲁 是一会引起礼堂的 关定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巡视之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吉兰丹有13间 关定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需要额外30到50名的工作人员 因此 他会和公共服务局 以及吉兰丹州政府讨论 有关增派人手的事宜 国民团结部长的杜哈利玛指出 自从政府6月中旬 推出社区流动疫苗 接种计划之后 至今已经成功为民众 接种超过30万剂疫苗 其中有20万人 是接种手机疫苗 而10万人 则是通过社区流动疫苗 接种计划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BAS itu semua kita hantar ke negeri-negeri siapa yang aturkan program vaksinasi menggunakan BAS MOVEC bergerak ini siapa yang aturkan yang mengaturkan program ini adalah kita bawa kepada CITF negeri yang dimusikan oleh ada negeri setiusa kerajaan negeri ada negeri ex-co dan bersama-sama dengan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dan kemudian dibawa di peringkat daerah kita berbincang dengan pegawai kesehatan kanan daerah-daerah dan pegawai kesehatan kanan daerah akan bawa cadangan program Halima是在三美兰州 出席一项活动后 回应有关移动疫苗 接种计划的进展 她说这项由团结部 以及防务及地方政府部 合作推出的方案 至今已经有25辆巴士 在社区间 为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政府让民众可以在家 进行自我检测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保障消费权益 茂下部和卫生部展开合作 以研究快速抗原检测 设计盒的价格和成本 确保零售价格合理 茂下部长的特殊 Alessander 发文高指出 该部之所以会和卫生部合作 对快速抗原检测 设计核的价格和成本 展开研究 目的是为了 冠病检测设计核的 零售价格合适 不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担 茂下部正在对 已经获得批准的公司 进行成本和价格研究 并且涵盖每个分销链 从供应到零售 包括药剂行和诊所 目前卫生部 已经有条件批准 使用11款 冠病检测计核 茂下部建议消费者 在市场上 要谨慎购买 冠病检测计核 参考医疗器械 管理局官网上 或准经销和销售 检测计计的公司名单 并且计计计核 并且计计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脸书发天文指出 如果西蒙目前无法让在野党领袖兼公正党主席 Tadossi Anwar获得大多数支持 西蒙可以考虑出席这场跨党派合作会议 考虑Mufidin所提出的建议 并找出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方案 他强调没有任何一方获得大多数支持 将导致我国的政坛持续处于动荡的状态 此外目前国盟政府已经承诺会推行改革 因此他认为当下理智的做法 是聆听Mufidin所提出的建议再做定夺 首相Mufidin昨天提出的建议 包括让所有国会议员不分政党获得年度拨款 另外如果政府成功在上下议院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 政府将会在国会提成一项宪法修正法案 将首相的任期限制在两届 以及提成反跳槽法案 同时政府也同意落实18岁投票 不需要等待自动选民登记制度落实 首相当西Mufidin昨天承诺 只要国盟政府在国会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 政府将提成修宪 对此沙巴团结党表示将会全力支持Mufidin 在国会提成反跳槽法案 以让我国的政治恢复稳定 沙巴团结党宣传主任的朱利达·马忠基指出 沙巴团结党支持首相莫菲林昨天提出的建议和改革措施 如果政府成功在上下议院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 反跳槽法案是莫菲林提出跨党派合作框架的七项建议之一 也是马东共州议员的朱利达·马忠基表示 反跳槽法案很重要 林应得到国会议员的支持以维护国家稳定 而该党在多年前已经建议政府落实反跳槽法案 位于马六甲公主海滩的一间员工宿舍 星期四发生一名外籍员工突然昏迷死亡 随后发生一场骚动 并在社交网络疯传引起关注 警方表示经过查证之后 相信这场骚动是因为其他员工不满保安人员 没能及时抢救陷入昏迷的同伴所导致 甲州警区主任阿富三尼萨发文告指出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这场骚动是在星期四晚上10点30分左右发生 事发时宿舍内有一名外籍员工突然陷入昏迷 保安人员把该名员工带出宿舍并等待救护车到达 不过在救护车抵达后 医护人员证实该名员工已经死亡 警方相信死者的朋友因此而感到不满 进而引发骚动 破坏了保安亭和救护车 还向保安人员和医护人员丢置石头 庆幸的是没有人在这起骚动中受伤 警方将援引刑事发点第148条文和427条文 调查这起案件 并呼吁民众不要对社交媒体流传的传言 做出揣测 上来未苦境三马拉罕的大马皇家空军营地 昨天发生一级罕见枪击案 亮成四名空军人员死亡的悲剧 目前相关当局已经开始展开部分的解剖程序 上来未警察局长的多艾迪伊斯玛艾表示 四名死者当中有一人的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已经出炉 在确认对新冠病毒呈阴性之后 相关当局已经在今天下午5点进行解剖程序 至于另外三名死者 艾迪伊斯玛艾说 将在获得死者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之后 才进行解剖 他提到有两名遇难者的遗体 会在明天进行解剖验尸 对于这起事件 沙拉瑞警方会援领刑事法典第302条谋杀条文 展开调查 民众受诉不要散播任何揣测 同时 给予警方时间和空间 直到调查完成 随着玻璃市的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玻璃市王储 Safasuddin呼吁子民要严谨看待疫情 并时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以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安全 王储指出 在面对严峻的疫情 子民必须要时刻做好防疫措施 以便防范病毒 在家里 子民必须要养成 经常消毒和保持清洁的习惯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 不要邀请其他人到家里拜访 在外面 子民要时刻保持人生距离 并且做好消毒和清洁的工作 以免把病毒带回家里 尤其是家里有年长者 或者患有慢性疾病的病患 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可疑的症状 子民也必须要尽快 前往卫生机构接受病毒检测 并接受治疗 霹雷州将在本月 分阶段接获超过100万剂的新冠疫苗 中物大臣的Dussarani表示 这会是该州 接获疫苗最多剂量的一次 并放眼 霹雷州在下个月前 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 经大美路2B花园 自星期三开始 落实加强新管令 以控制当地的新冠疫情 Sarani知道美路2B花园 巡视情况之后 需要媒体这么指出 我国有40名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的孕妇 目前在吉兰丹 各大巴鲁的医院 接受治疗 他们的病情处于 第二到第三阶段 院方表示 孕妇确诊 具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除了他们本身 还有胎儿 这40名催疹新冠肺炎的孕妇 目前在吉兰丹 各大巴鲁 苏丹后在那二世中央医院 接受治疗 院长达德斯拉萨瓦蒂透露 这些孕妇 孕期是在27周以上 斯拉萨瓦蒂也提到 苏丹后在那二世中央医院 目前用来治疗 冠病的病床使用率 已经达到98%到99% 进而导致 该院需要将其他的 普通病房改为 收治冠病患者 因此他建议 设立在各大巴鲁市议会 引洗礼堂的 冠病低风险 隔离与治疗中心 也能为确诊的孕妇 提供治疗 罗佛小整局主任 达德亚哈亚曼迪斯表示 从去年三月 爆发新冠疫情到现在 周内已经累计 36名小者人员和官员 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周内还有9名 小者人员和官员 在医院接受治疗 Yahaya Mahdi 是在柔佛出席一项活动后 向媒体发表谈话 他说在这段疫情期间 当局一共有587名官员 和校正人员自我隔离 大部分确诊的同僚 都处于第一阶段 只出现轻微症状 甚至是无症状 毗里州马登巴冷县 目前已经累计 1159名原住民 催疹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的12人不幸病逝 为了有效控制 当地的新冠肺炎疫情 毗里州卫生局 在周内原住民区 颇速推进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计划 也确保民众免受病毒威胁 毗里州卫生局局长 达德陈立明指出 原住民感染新冠肺炎的 主要原因是原子工厂 和职场感染群 随后疫情蔓延到各自的社区 他补充控制病疫蔓延的措施 包括将受感染的原住民 安顿在宋西的 冠病隔离与治疗中心 同时马登巴朗的24座干坝 也已经实施加强行管令 截至前天 霹里州已经有45.5%或 10,221名原住民 接种了手机疫苗 州卫生局放眼在本月底 能够达到80%的原住民 完成至少一剂疫苗 接种的目标 虽然我国的疫苗接种计划 进展顺利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的人 因为听信谣言而拒绝 接种新冠疫苗 在马六甲 有44名原住民 原本抗拒接种疫苗 但看到家人接种疫苗之后 没有出现副作用 最终改变主意接种疫苗 并且对疫苗的有效性 充满信心 感谢观看 本台记者是在 阿拉曼达也新市议会 礼堂的疫苗接种中心 访问前来接种疫苗的 原住民 截至目前 也新鲜的374名 原住民已经接种 两剂新冠疫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新闻结束前 当您通过镜头到墨西哥市 看看当地的民众 如何保留阿尔踏进古城的传统文化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